阿弥陀佛 第七 请佛注释 上一次已经讲秦转法轮的道理 既然行者已然知道在这个无量光跟佛华言体上 已经明白如是决体的根本的安部 一切的庄严 就在这个安部庄严当前 那是根本大决体中必定从决入决必决的根本的无量 那是你根本心中的本来的圣性大明处 那讲到大明处 那现前就要在哪里 大明的现前就在现在一切缘起交替上 所以你虽然说的是大明 但你指下担当就要担当缘起交替 那缘起交替就叫世界 就是世界 所以前面已然知道是决体的根本 本来的法论 你已经动转如是的智慧 那现前就会在一切的起心动力感受上面 你念念已然知道就是决体的根本流露 你站在圣性上往凡来说 那是大决心体最初注视的根本的信德 你站在凡要入圣上面念念归家 修行上说 那也就是你要在一切起心动力里面 你念念要看到 你本来心性之中的根本 绝招的一切得向作用 你不能离开现前的一切世间的感受 一切友情的感受 但是你却在这个友情的感受 你念念要向你自己的根本 无量光无量受体上去认 你念念不能够违背 如是无量光无量受体 佛华言体叫寝佛诸实 所以譬如说 现在所起的每一个念头上面 因为是真已然知道 决体圣性的根本的道理 你就在决体每个念头上面 你不离开这个念头 也不是在这个念头后面 你还要再起一个思维 要思维它的圣性 而是你直下就要承担 现前的所有一切念头 它就是你根本的圣性 流出它的流露 类似我常讲的镜子的屁靡 你真知道静体的人 真是要找到静体根本作用的人 你就在现前的静色上面 你已然念念去认 它就是静体的光明 这个念念去认 也不是过去我们以为的 还有二念 种种造作 那是一体心中 直下的担当 叫请佛注视 那你如何能够做到念念之间 在每一个信用 每一个作用 随缘当前 一切感受交替当下 你都能够念念归家 念念明白 你的南无阿弥陀佛 无量光体 你的根本大方广 佛华言体 因为你知道那就是根本 觉体的无量光 你知道那根本就是你 佛华言体的安部与庄严 所以你就在现前的每一个念头上面 就在那一念当体 你要念念向你决心之中的 根本性格上面的念念去认 那个念念认 就是经中所讲的 所有进法界 虚空界 十方三世 一切佛刹 极为陈述诸佛如来 将欲视线 过涅盘者 极诸菩萨 声闻原觉 有学无学 乃至一切诸善之事 我惜劝请没入涅槃 都要劝请没入涅槃 为什么要叫劝请没入涅槃 因为决心现在随缘 就是随一切感受 现前时就是注视的当下 就在注视的当下 那就具体的大觉 就形成了一些世间的感受 具体的大觉形成感受 那叫涅槃 但是你却在一切感受 现前处 你虽然知道 那就是大觉根本 具体的作用 但是你明白 这个大觉的作用时 那叫做劝佛 没入涅槃 什么叫没入涅槃 你念念之道 那就是根本 决听的 决心的器皿 所以在这个上面 经文之中还要讲到 是诸佛将于 视线波涅槃 什么叫视线 决心现前随缘处 就是大觉 视线波涅槃处 为什么他能够起成 大波涅槃 因为他就是一体的决明 一体的决明 现出种种决用当下 决用现前处 决明啊 这个这种作用 这种作向 这种德向就引 为什么就引 因为起一切作用 就是决明 所以那叫视线 波涅槃者 所以就在这个决体上 必定随缘注释当前 你会发现 这个性德 还有什么 还有他必定能够随感受 你也念随随一切感受 呈现的菩提萨多 那叫菩萨心得 这个菩萨心得 你也要在如是念头之中 你要念念清楚 你要清楚 每一个念头当下 每一个当前的注释的感受之中 都有大觉菩提萨多的作用 前面你是知道佛体 当现在你要知道 根本就是菩提萨多的作用 所以你明白 那个菩提萨多的作用 也叫做 劝请菩萨 没入涅槃 所以这个没入 不是凡夫所感受上面 真正有一个行为 叫做劝请菩萨没入 而是你念念能够看到 在一心之中的性德 虽然他全体都做出了 现在注释的感受的呈现 那种安部与庄严 但是这个呈现处 你念念在心里面 已然担当如是圣性 担当如是圣德 那叫劝请没入涅槃 那叫清清楚楚 所以这句话还是要告诉你 在这一句整体上 你是心里面是整体圆容的 所以这里面也没有任何造作 所以你知道是菩萨时 那就是大觉一定能够献出 有情处 那献出有情处 那就献出身文 因为献出有情处 就似乎感觉到 有情献前时就是决体 决体献前时就是有情 于是乎你就往下看到 还有性德 那叫身文的性德 你必定决心能够启程交替 开始交替 那是最初的你明白的身文 你连在每一个感受上面 都能够体会出大觉心体 决心必定随缘的交替的作用 那叫做劝请身文 没入涅槃 就在这个交替当下 所以你就能够开始明白一切缘起 那叫辟知 所以缘觉也是身文 在身文中设 那叫辟知 所以明白一切缘起处 你就知道 他从大觉必定能随缘处 从随缘时 好像整个觉体就随缘呈现 整个觉体就隐末 整个觉体就隐而不现 那叫做最初的无明 但是这个无明 根本就是你觉性根本本来的作用 因为它就是整体交替的作用 它要变成种种感觉的呈现 所以你自然就会在这个上面 再体会原觉的一切作用 所以虽然是眼前只是这个念头 这个念头就是觉心注视的所在 你体会大觉心体当下注视的所在 可是你要明白大觉心体注视时 你这个中间的所有一切作用都会清楚 都要明白 为什么都会清楚 因为你已经明白实觉 觉它也不是一项 大觉体相体德之中 它也不是一项 当你明白觉体时 这个中间的一切剑齿的作用 种种得相 你一体明白 所以当你一体明白时 就叫做劝请原觉 墨入涅槃 既然你都能够感受到 决心毕竟能随缘的这种原觉 在缘上的种种开始启程的作用 所以再看到决心 它再下一步就是什么 就是开始成就一切时间最初的规律 最初的种种教授 那是决心毕竟能够承担的教授 那叫做有学 那是最初的有学 所以这个有是大有 你不能多在任何有中去量的那个有 那是最初的大有 感觉世间一切信德 最初能够入世的信德 可以开显 所以在这个开显处 所以在立无学 在立无学 无学也在声闻中设 因为这个大有 它不是一些种种有中可以衡量的 所以那个时候在立的 那个不可以衡量的心中的根本 真性的信德 那就是无学 但是这个时候讲的真 是已经是入世 已经开始要面临 平临要随缘现假实 方便说的真 所以在无学 声闻的阿罗汉四果罗汉 下面就是什么 就是六凡呈现出 就是六凡呈现出 到了六凡呈现出 那感受现前 你既然知道 到最后都已经是感受最初现前时 但最初现前处还是善知识 它本来就是你入世的善知识 哪怕这一念就是你入世的根本 明明白白的善知识 只是由刚刚 我这样子一直讲下来 你就能够体会到 这一念到最后你认得 它原来就是你现在随缘的善知识 根本的智德 但是你讲到这个善知识时 你已经从大觉体中能看到决性的德项之中 已然如是剑刺安部 它能够如是剑刺的成就 这是真善知识 所以你连善知识 你都要劝起 没入涅槃 所以这个没入涅槃的意思就是什么 就是念念之间 你就在一切 决心随缘献出种种交替处 你却念念明白 念念清楚 那就是大觉的根本的安部庄严 安部庄严是佛华言 你也就知道那就是根本一体的六字鸿鸣 那叫做没入涅槃 没入涅槃就叫做请佛诸师 那是念念之间呢 已然明白的归家处 所以叫经文又说 今于一切佛刹极为成数节 位于利乐一切终身 就在这一切佛刹极为成数节 那都是大觉心底随缘所现的一切作用 那叫佛刹 极为成数节 就是这一切性德作用 剑刺流步 那叫极为成数节 哪怕到了最后的善知识 然后从善知识再变成 现在一切感受的突然成立 都是你的根本佛刹 无数节 位于利乐一切众生 那这一个一切众生 就是大觉心性之中 从大道心众生 也就是菩萨行开始 菩萨智开始 一直到末法众生 到最末的众生 你都已然知道 都能够现前念念承担 念念明白 那叫请佛诸师 所以啊 你要不明白华言 你又能能如何能够把这一念 拿摩阿弥陀佛真能持好 那你要真正你要懂得华言 要逆逆之间在心中建立一切圣人的鸿鸣 那是行者最初给自己立的方向 一个名向 所以有这个名向 名目 那你也要知道 入华言的道理 有如是真正明白大觉心体 那种剑刺开发信德的安部 你才能够把这句无量光 无量寿 真正的持练好 这个时候真正持练好 这个持练就是接应末法众生的持练 所以才说华言经倒归极乐 他才是真正念佛的根本的 本来的制导 制重 你若是不明白这一念心 你若是不在佛华言体上 你讲不了无量光无量寿 你要是不明最初不发心 念念下无量光无量寿 你也不可能心心之中 念念能够慢慢体会 你本来的佛华言体 所以这是根本就是 一心的本来的法轮 一心本来的法轮 他也没有啊 离开叫一切行者 当下欲归家时 念念懂得啊 要念这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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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